大家从心底说出心中的感恩 还有感动 他们都是马六甲 慈激奖助学金的受惠学生 和其他助学生一样 受到慈激的肯定 黄俊彤在爷爷奶奶的陪同下 出席颁奖典礼 三年前黄俊彤的父母不幸往生 他和哥哥姐姐只好跟着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在志工的鼓励下 他每个月都投入环保行列 在人群中培养感恩心 还有自信心 以爱为基础 综合报道